所以我們來看 新北市長蠔友誼的消息 這個蠔友誼去訪問 新加坡第三天再去議員 沒有公開行程 以後過十個去牛頓 食食重心 現時有真的鄉親 跟這個蠔友誼互動真好 這次出去訪問 到底會跟什麼人記憶 是就有五個關心 五個關心 這次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跟老朋友 也就是新加坡副總理 黃孫哉記憶 人家就站在市長樓口 但蠔友誼 市長的檔子都列前來歡迎 來新加坡第二天晚上 蠔友誼來到牛頓 食食重心 跟現場面上不感情 希望現場都不公開 但是蠔友誼在南柱上公布 二十個月就跟新加坡 國家發展部的部長 面對面交流 保障平 這些人民都學到補貴經驗 未來大家賣向人 脫白無表情 如果民會人包括國家 發展部部長 李立昇 丹北區市長 主北區 和市區中央局局長 林民會 都是都市發展的相關部門 專家 團出這次 蠔友誼 訪問 新加坡的中途 卻是要跟老朋友 也是新加坡副總理 紅森齋 既民 1970年出席的紅森齋 是海南的新加坡人 你看五年開始 當時馬西領 優遞 一選過的議員 李康廷年 六月 齊六 真是 真正做新加坡副總理 也讓 看著是李憲良的 這頒賺錢 布里鑑南 中國 主新加坡台西的順海營 沒有在 蠔友誼的記憶名堂 所以牆都牆出現 在蠔友誼 大鄉 雞里 那飯店 讓大家 都在臉書 談的誰 談的些什麼東西 等等之類的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種 暗示性的壓力存在 現在林肺 如果蠔友誼 如果真的記到 發出的兼職的紅森齋 也定義要讓大家知道 他有拚總統台會的記憶心 在南亞共主 也不知道是誰的時間點 蠔友誼這邊 出風新加坡 會記到誰 必須注意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